Hello 大家好 我是論盡香港嘉偉 今天是2021年9月10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前荃灣區議員岑奧暉最近就被人家控了一項罪名 那究竟是什麼呢 面對著可能超過10年的刑期 和他剛剛結婚的前主播老婆 是不是又已經凌結身歡呢 另外塔利班從長阿富汗的政權之後 就選了明天進行他們的開國典禮儀式 那究竟這個日子又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國家又會不會派代表出席呢 最後想和大家說一下 早前出現了一小黃人區議員走老潮 最近又有人加入他們的行列 那究竟他是誰呢 今次這個小黃人又有什麼藉口說要走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 和將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 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在前年的反修例暴動當中 那些攬炒派經常借假新聞 就煽動那些小黃人上街搞事 好像什麼831太子站有死人 又或者什麼新屋靈友 呂黑暴被人強姦等等 但後來都證實了全部老作 根本沒有這樣的事 而其中一單假新聞相信就要數到 科大學生周梓樂在將軍路上得停車場墮樓岳 他們說這些是警察造成的 其實在去年11月16日開始 法庭就已經為周梓樂的死召開死因庭 經過27日的言訊 包括有警方、消防、救護員、現場的市民、義務急救員 和不同的專家證人等等 48個證人作風之後 陪審團4比1認為周梓樂死因傳移 死因傳移的原因是因為停車場的CCTV是有盲點的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沒有證據證明周梓樂的死 和警方的執法行動有關 雖然被死因庭已經判了 但是那些攬炒派小黃人一於小理 定時定後就在上德停車場搞什麼勞制 一於繼續老惡我們的香港警察 而最離譜的就是參加攬炒派違法初選 現在還還押當中的前荃灣區議員岑奧輝 在Facebook post了黃色媒體讀媒的一篇文章 還以周梓樂被香港警察謀殺身亡半年為題 毫無根據地挪屈我們香港警察 在周梓樂墮樓當日說警方不讓救護車進去救援 拖延了20分鐘才有救護員到現場 然後他還引述創傷科的專家推測 說周梓樂在墮樓之前已經失去知覺 又說這件事發生了半年調查沒有進展 原因是因為兇手就是香港警察 他又說正正是因為周梓樂的死 才會令到黑暴武力升級 搞到很多東西失去回頭的空間 其實岑奧輝這樣說很明顯就老了 完全毫無根據 而且很明顯是調轉來說 事關黑暴武力之所以升級 就是因為你們那群攬炒派經常炒了這些假新聞 其實當時律政司已經說了有問題 之後就以出眾鼓勵或煽動暴力 和違反法庭禁制令為由 要求岑奧輝和獨媒在7天之內解禁這篇文章 讀媒之衰 所以就把整篇文章下架 但是岑奧輝就拒絕 說不想什麼已言入罪 好了 李金村 律政司叫你delete 你又不肯delete 所以當然要橫 岑奧輝就在自己的Facebook專頁 昨天出了一個post 就說完成了六四案的刑期之後 就被再加控一項藐視法庭罪 內容和周梓樂細細半年的post有關 但就沒有說他會什麼時候上庭 其實岑奧輝在今年5月的時候 就已經因為去年六四非法集結這件事 判了六個月 剛剛才在上個星期坐完 只不過因為又涉及到攬炒派違法初選案 涉及到違反國安法 還要繼續還額後審 現在再被人告他藐視法庭 看來岑奧輝有很久了 講開又講 岑奧輝在入去坐牢之前 今年1月才剛跟前撈主播余思朗結婚 而且好像說兩個人在結婚之前 根本不是認識了很久 所以如果岑奧輝真的要坐十年的話 不知道余思朗會不會寂寞難耐 凌結身歡呢 怎樣都好 從今次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假新聞是需要盡快立法的 是相當重要的 這樣才可以令到謠言盡快平息 不會再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希望政府快點做事 講完神無輝我們講一下阿富汗 拜登政府在上個月闡處地在阿富汗撤軍 搞到當地局勢亂勢 親密的傀儡政權很快就被塔利班趕走 塔利班也很快地控制了當地政局 上場差不多一個月 暫時都未見到西方媒體說會發生大屠殺 人道災難等等 而塔利班也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日子 就著臨時政府走職 什麼時候 就是明天9月11號 大家記不記得 在20年前的這一天 即是2001年9月11號 19個阿爾蓋達恐怖組織 就挾持了四部的民航機 撞向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 搞到死了3000人 造成震撼世界的911恐怖襲擊案 美國就是因為認定了阿爾蓋達組織的領袖拉登 當時躲在阿富汗 向當時阿富汗執政的塔利班政權 要求他們交出拉登 不成功之後 就決定向阿富汗出兵 最後在軍事力量完全不對等的情況之下 美國推翻了塔利班政府 展開了美國支持的傀儡政權 也就是這20年的統治 所以9月11號可以說是美國之痛 而塔利班特意拿回這一天出來就職 很明顯就是對美國的一種報復 擺明要落他們面子 說回這個就職典禮 據了解阿富汗臨時政府已經邀請了俄羅斯 中國 卡塔爾 土耳其 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席 代理副總理巴拉達前日更加親身去到卡塔爾 邀請其他國家代表參加這個儀式 阿富汗代理總理阿洪得接受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就呼籲前政府官員和曾經幫過美國做事的阿富汗人回去阿富汗 強調新政府會特赦他們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 他還重申 塔利班會很努力地和區內外國家建立正面和鞏固的關係 而臨時政府也會保證外交人員 領事館人員和人道援助組織的安全 很明顯塔利班已經吸收了以前的教訓 做了很多公關工作 向世界展示了文明的一面 其實這樣多是一件好事 起碼沒有那麼容易被西方國家和媒體抹黑線 說回美國 其實他們到現在都未承認塔利班政權 也是懶理當地人民的身遇死 最近甚至有報導說有資料洩漏出來爆料 說原來幾星期之前 美國甚至拒絕用私人救援機去阿富汗救走的人 看回我們國家就很不同了 知道現在阿富汗百废待興 當地人民被美國法律政權統治了20年 生活越來越艱難 也都宣佈向阿富汗提供2億人民幣的糧食 物資 藥物 和新冠病毒疫苗 外長王毅出席阿富汗鄰國外會會議的時候就說 中國希望阿富汗恢復和平 實現發展 還罵爆美國和他們的盟友 都是阿富汗問題的始作俑者 敦促阿富汗塔利班搭建廣泛包容的政治架構 奉行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 和各國特別是鄰國建立和發展有好關係 難怪塔利班駐卡塔爾政治辦公室發言沙欣 在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的時候都說 阿富汗希望和中國合作 成為中國和其他國家連接的樞紐 他也很坦白地說 現在阿富汗人很多都在生活貧窮之下 有1300至1500萬人 他們很需要食物和援助 不是嗎 被美國折磨了20年 無論如何阿富汗這件事令到全世界都看到 是哪一個國家借助自己的軍事實力 在全世界哈哈巴巴 又是哪一個國家願意捐助食物又捐錢 幫助第三世界國家脫貧呢 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為國家對世界作出的貢獻感到自豪 講完阿富汗 我們講一下攬炒派前區議員劉家文 前年區議會選舉 攬炒派政軍就遮住黑暴上位 拿了不少區議會議席 但地區工作就不做 只是懂得出糧 最後一聽到要宣誓 就個個怕到腳鎮沒得分 去到現在已經有超過200個攬炒派區議員辭職 當中更有不少是威罪潛逃去了外國 就好像前西貢區議員黎敏澤 前中西區區議員何志雲等等 他們都是未辭職就已經走了老 真是離譜了 不過以為走了嗎 哎呀又未走得了 今天又有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了 是誰呢 至不是之前曾經加入過公民黨的 前黃大仙區議員劉家文 今年26歲的劉家文 曾經做過他的黨友 前立法會議員譚文豪的助理 也做過公民黨的副秘書長 前年還爆懶做黃大仙環投漢區的區議員 地區政績就真的沒有了 最多人知道的新聞 就是他在去年借了議辦出來 被攬炒派做票站 搞了個什麼違法初選 當時還要是說全港第三波疫情爆發的時候 連續很多日 每日都有新增過百中的確診 結果劉家文的助理就被揭發了全家確診新冠肺炎 令到很多人懷疑違法初選的票站 根本就是傳播病毒的源頭 疫情反反覆覆 真是多得他們不少 除了這樣 攬炒派區議員去年年底 密謀籌組違法的香港公民議政平台的時候 劉家文又借出他的議辦了 被他們的骨幹成員舉行了長達五個小時的秘密會議 誰人都知道議員辦事處是搞地區民生事 不是讓你搞一些違法平台的 幸好民政事務處這次就做到事了 扣起了他那個月的議員辦事處的營運開支 劉家文做了這麼多壞事 一聽到宣誓當然害怕 所以在6月的時候他就已經說辭職了 而且不單止這樣 原來在幾個星期之前他已經著草離開了香港 他昨天在Facebook就說 區議員宣誓在職 傳言不斷 而秋後算盡動作未明 氣氛每放月下 自己成為逃兵感度內疚不已 雖然文中他沒有交道去向 但就上傳了一張看起來好像是英國西文寺拍攝的讀照 看來他應該去了英國 劉家文就說自己沒有資格說自己流亡 又說談不上什麼叫走爛移民等等 形容自己是失去了根的油紙 他還透露了自己離開闖絕 幾個星期以來 到現在還擔心住屋和新計問題 他又說什麼人離鄉戰 只有互相守望互相扶持 才可以守住香港人的信念 所以當前最重要的是 只能夠照顧其他人之前 先照顧自己 喂 說到這麼慘 那為什麼你們又要走 劉家文如果沒有做過壞事的話 又怎會怕所謂的秋後算賬呢 他明顯就是作賊心虛 還說到自己很偉大 其實公民黨走得最快的法律界 郭榮鏗不知道他有沒有給意見劉家文 或者又有沒有幫他踏路呢 攬插派經常說什麼齊上齊落 又說什麼煲底鍵 但去到最後 呆欄臨頭 不就是各自非 做了逃兵 那些小黃人 還相信你這批政棍的話 就真是煲底鍵了 今天先跟大家說到這裡 在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有客國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 以及將這條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我是論壯香港家委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面請坐 跟著旁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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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